大家知道GFord怎么创建自定义受众吗?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怎么在GFord创建自定义受众 首先我们点击admit,选择event 我们上个视频有说到GFord它的事件会自动记录一些系统自带的一些事件 比如说pageview等等的这些事件 那这些事件是怎么记录到的? 我们又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创建自定义事件呢?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些事件是什么收集的 我们来到我们的网站 我们随便点击一个产品一个系列 我们看一下GFord它的一个实时报告 我们看到这里会有系统记录到的一些事件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插件来调试我们 通过GAdebug这个插件来调试 我们来到GA4的调试页面 debugview进入之后 我们在这里等待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网站把这个插件打开 好我们现在已经打开这个插件了 我们再来点击一个系列看一下 好我们再返回GA4来看一下 这里就记录到了我们刚刚访问网站它的一个事件 这个是我自定义的这些是系统自带的一些事件 好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插件来调试我们创建的一些事件是否成功 我这里给大家示范一个 那比如说我想创建一个事件是用户访问了这个new arrivals的页面 我们怎么创建呢 我们首先还是回到end这里 我们点击create event 然后点击create 然后我们可以命名 比如说view 这个命名主要是给我们自己看的 所以说我们要写一个比较好分辨的名称 比如说我这里写view new arrivals 那我首先要定义 哦在他这里会有提示说我们只能说加下滑线不能有空格改下 然后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个事件 那我们的事件是网页浏览pageview 然后我们加一个参数是我们要指定一个页面就是叫做page location 我们选择包含包含这个url的页面就是我们要定义的 new arrivals 然后我们记住一般创建一个事件 一般首先要定义它一个事件 它的类型 比如说就是网页访问pageview 然后我们再通过一个网页的url来限制它 就比如我现在做创建的 那我就点击create 然后我这个事件就已经创建好了 我们还是用这个工具来测试一下 我们返回首页 先把它关闭 然后再把它打开 我们再回到 嗯 调试模式debugview这里看一下 我们点击new arrivals这个页面 好我们刚刚已经创建的事件已经成功触发了我们这个事件 好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定义我们的事件 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除了呃page url这个方式以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创建 这些都是系统可以给我们预设的一些呃分类 我们都可以用这些方法来创建我们的一个事件 好今天分享的内容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请给我的视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